各位观众平安 我是Paul很久没见面了 那最近呢 有一些弟兄姐妹来问我说那这次的加州的Record Gavin Newsom 那么这个 选举要怎么投票要怎么选 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的看法给大家做 参考 那首先 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说 Record Gavin Newsom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 比谁选上州长还要重要在这次的选举上面我跟 大家讲为什么 因为呢 现在的这个左派啊 民主党呢他们 有两颗星星 两个star 一个呢就是州长那个郭某我们知道呢他是极左的必须要对使多的 在养老院死亡的那些人负责 第二个star就是Gavin Newsom 加州的州长 我们知道郭某的因为这个这个性侵案啊他已经 这个辞职下台了 然后呢这一次这个Gavin Newsom啊我们如果把他给Record掉的话 等于呢 整个这个民主党 在这一个 左派的民主党的在这个拜登的他的民调啊现在急速下落 他现在下落到30%多而已还会继续往下掉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等于是那个整个 极左派的会群龙无首 而且在2024年的时候很难再推出来 就说比较有号召率的人马 好 所以说第一个先让 这个Gavin Newsom下马 这个很重要所以大家务必要去投 yes 第一题要答yes 第二题呢 你希望谁来代替 Gavin Newsom呢 我个人 的看法 我个人会投 Larry Elder 那为什么 第一点 Larry Elder呢 他大部分的主张 是符合 这个保守派的 主张 虽然大家对于他的比如说这个投票给同分 跟这个其他的这个事情呢有 就说不同意的地方我个人也认为他不应该这样 可是呢 以整体的层面来讲呢 他是一个相信宪法保障个人自由的 小政府的 而且要鼓励那个中小企业的 而且呢政府的不应该在学校强迫推行 这一些的多元性教育种种的 所以说在这个方面的他的立场 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他我也相信说他有那个口才 跟战斗力就是来把这一条线画的清清楚楚的 不会让左派的政府的权利呢来侵犯到我们个人的 这个自由的生活的范围最少保持宪法 维持个人的这个自由的上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 然后他也同意这个学校是那个可以自由去选择学校的 好那这些的都是非常符合我们加州现况 许许多的需要 还有对治安的要求 甚至他说他如果上任了他 也会支持把那一些那个纵容这些罪犯的 这些检察官们的都把他们给罢免掉 所以说 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他是在众多的候选人里面 光是这些方面就值得支持了 第二点呢就是知名度 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政治啊 这个东西呢是要有知名度你要人家选你 你一定要有知名度 那所以在众多的这些的共和党候选人里面呢 最具有知名度的 那虽然那个比如说 他自己花了500万美金 说他 自己出来竞选 可是呢我们也根本就没有看到他的 被什么样的这个 电视台采访或是他自己 个人的推出来的很多的这个竞选的 这些方面的广告啊都没有 也没有看到他在那边办什么 跑场 也没有 可是Larry Elder呢他就是 被Fox News Tucker Carlson Shun Kennedy 还有像昨天今天 Steve Bannon 他们也都提到 这个Larry Elder 所以说以他呢 个人呢他的这个 十几年的radio show 保守派的radio show里面呢 已经造有这一个 大概有160万每天有160万的听众 在收听他所以他有一个广大的follow群 然后呢他的 十几年来呢对各式各样的 政策的立场也都可以他也都说的清楚而且有案底可查 那么比起许多其他候选的呢 他是突然之间好像出现了 那到底他在很多事情实际的立场是什么你也没有案底可以查的 不晓得以后会真的会怎么做 好 那我知道基督徒们呢会希望说投一个非常完美的候选人 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如果今天是在选教会的主任牧师我不会投Larry Elder OK 好因为呢他在 那一个两个点上面我也很重视 很坚持的 那个我不阿门 可是今天我们要是选州长 OK 所以整个大的面来讲 我认为我们基督徒呢要有这种政治 就是实际上这个公共事务上面的尝试 好这个common sense 因为不能够把一切都把它全部都属灵化了 好像你不管选什么你都是 要你选州长选村长选里长选 总统 你全部都是要选一个主任牧师来做那 各位这个是不符合这个整个世界现实的状况的操作的 不切实际 OK 那而且呢是不了解公共事务的运作 好这样子 那甚至呢 各位过去我们也都看走了也 过去呢大家也知道这个Mike Pence 我们都以为说哎呀如果是Mike Pence而不是川普当总统多好啊 这不是 一切就符合 我 从一条到第100条全部都打过打过打过 完美的基督徒的总统 是吗 结果没有想到 他是一个大叛徒啊 OK所以各位 我们基督徒 要从我也是被骗啊 我这几年来也是这样被骗骗骗骗骗骗骗长大的啊 所以我现在呢也比较有知识比较有尝试的 OK知道说呢不要说那种 出来咩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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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你都没有看到上面的讲长的是那个龙的脚啊 像启示录里面讲话是咩咩咩啊 可是那上面有两只龙的脚你也看不出来 属灵的分辨率没有他只要用 跟你讲圣经里面的怎么样 好像很属灵的样子 OK那我们就这样子被骗的就去投他 你知道这现在的我们尤其在末世在这个耶稣一直告诉我们说这个不要陷入迷惑里面 怎么样迷惑他一定是用宗教的 很虔诚的敬虔的外表来迷惑我们 到最后真面目一撕下来 哇勒 原来是一头大野狼 OK好 所以我们就说属灵的人散透万事我们要学习 对另外呢我过去的这一些的属灵的战场上面的战友们 第一个那个 Jim Dorman United Church的Jim Dorman牧师他是自己也是endorse的那个level elder 那Jim Dorman牧师呢我给你讲是我见识过的里面极少数的我给你讲 他在属灵的战场上面跟这个 政治的那个社会的战场上面是勇猛跟狮子一样的 他那个两三年前的到台湾呢 去做这个 世界跨洪 是几十个国家的跨洪者的运动的OK 他是作为外国代表的 OK他 进到那个总统府台湾的总统府呢 凭着那天还忘记带了护照 结果呢居然拿了加州的驾照 他们也让他进去 跟10个台湾的当地的跨洪者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一起 走进去台湾的总统府里面向蔡英文总统遞交请愿书 要他重视 台湾跨洪者的权益 之后呢我也跟他飞到了美国 Washington DC 那个时候 我亲眼看见他是到每一个愿意接待他的 那些的 众议院跟参议院的办公室里面去敲门 告诉他说 我们是谁 然后我们 要来反对 HR5号 OK 这个过去我们出过一集 HR5号如果通过的话所有的真正基督徒呢 跟牧师大家一起去坐牢 就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他这HR5号还没有发动以前 他说我们要就去插一根匕首在一个 滚动的巨轮 他要开始滚动的时候你就要前面插一根把匕首下去 你就可以阻止他 我跟你讲他是 非常有这个属灵战斗力的而且在 完全没有惧怕的 对上帝呢是对耶稣是完全束缚跟羔羊一样 打仗起来跟狮子一样 在属灵跟属地的战场完全都是一样的 OK 那么另外呢 Jack Hibbs 牧师 我们也知道说呢他也是 对 也是一样的 在两个战场上面他是很有锐智的 一个牧师 而且有行动力有号召力的 OK 他呢也是一样支持这个 Larry Elder 然后另外呢 那个Travis Allen Travis Allen 大家过去也知道几年前呢 我们在支持他竞选这个加州的州长 但是呢那时候就没选上 后来选那个共和党的主席呢 加州主席也没选上 by anyway 那但是呢 Travis Allen呢他也公开 支持那个Larry Elder 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过去所认识的 保守派的 他们是有见识 而且是真的想要一番作为的人 OK 那他们呢也都支持 Larry Elder 那我也不是说事先问过他们 我也是说听我的同工们讲说 哇他们也都支持Larry Elder 那所以 就说我不敢说英雄所见 略同啊我不是英雄啊 OK但是呢我在最少呢他们这些英雄啊 所见的呢我呢就觉得说 我有一个confirmation 我觉得我有个confirmation在我里面 好这样子 第二个呢就说 那个Larry Elder他是可以mobilize 这些草根的 因为Grasu草根能够把这些草根的选民呢 把他给激动出来 这个是很重要的 OK就好像川普一样 因为所有人都已经太讨厌政客了 好 那这个 Larry Elder他的那个疾风啊 就他跟他应对之间的那个疾风 OK大家看到很多访谈的节目 人家问他 非常超级难答的问题 OK 而且问的那种方式都很锐利 但是他你看他的当时的反应是 瞬间就 出来了 而且他那个回答的都是很 简短又很犀利 而且是命中 OK他不给你打模糊眼 那个等于是对方问他说还自己来 还有点嘿嘿嘿 还不晓得怎么 应答 那你要在一个这个 这个左派呢 已经占大多数的参议院跟众议院的加州 来讲的话 你如果没有这种人的话 OK你很难 去抵挡他们这些 群狼的围攻啊 很难的 OK 我们中国话有一句话 古有名讯 什么样的马 就要什么样的来骑啊 OK 那我相信呢 Larry Elder 他的这种应变的能力啊 那我认为呢 还有他能够激动草根性的这种草根选民的这种能力呢 那个他能够骑 不是那头马而是骑呢 民主党那头驴子 OK 好所以这是我制造的另外一个原因 好 那以上呢就是我个人的 这个分享我个人的这个 意见好 好那不代表本台立场 那请各位呢 还是自己呢 好好祷告 好 愿神 赐你智慧 投下 那神圣的 一票 好 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集再见 再见